在昨天呢,有蓝友私信问我兰花质料的问题 所以呢,今天咱们就再来说一下兰花的质料 关于兰花质料呢,我已经在前期的小小堂里说过很多次 但是很多蓝友还不是很了解,不是很清楚 大家好,我是爱兰说威子 在步入正题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兰花小讲堂 这里会有您想了解的养蓝小知识 同时呢,希望您长按点赞键,强烈推荐一下我的小视频 这样呢,可以让更多的朋友看到 好了,下面咱们就来说说兰花质料吧 兰花质料呢,也就是说是栽种这个兰花的机制 有软质料和硬质料之分 所谓的硬质料呢,一般指的就是纸巾石,火山石,珍珠岩等 这些都属于硬质料,颗粒状 软质料呢,一般指的是栗树叶,花生壳,松筋,松针,树皮等 栽种兰花呢,这些质料呢,必须有以下几个特性 咱们来一一说一下 就是沥水性和透气性 兰花的质料呢,首先要保证浇完水以后不会出现积水的现象 因为咱们的兰花呢,根部是肉质根,如果出现积水现象和不透气的现象 会把兰根凹坏,发生烂根的现象 第二呢,就是一个保水性 这个也好理解 就是在浇完水后,水分不会迅速的流失 从而可以给兰花的根部供给水分 如果这个质料只有好的沥水性和通透性 没有这个好的保水性的话 它的水分会迅速流失 流失完以后呢,它的质料呢,会反噬咱们兰根的水分 造成咱们兰花的空根现象出现 第三呢,质料要有一定的养分 兰花的生长是离不开养分的 所以在配置质料的过程当中 要添加一些自身有养分的质料进去 比如说棕树皮,花生壳,草碳一类的东西 这样呢,就不会因为缺失养分 而造成咱们兰苗的瘦弱了 第四呢,就是说 兰花质料要有一定的辅着性 辅着性呢,就是说 质料可不可以和兰花的兰根 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这个有很多兰有会忽略掉 特别是一些用颗粒质料的新兰有 颗粒过大,不能贴服在兰根上 造成蓝根和质料之间空隙过大 蓝根得不到水分的供给 从而发生空根的现象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解决好这个问题呢 首先呢,您要了解您种的这个兰花的根部特点 比如惠蓝和连半蓝的根 是比较粗壮的那种 咱们就不可以用过大的颗粒料来养殖 因为过大的颗粒料 不容易和粗壮的蓝根贴服在一起 会产生很大的空隙 这样就造成了空根 反之呢,春蓝和剑蓝根部是稀小一些的 我们就不可以用过小过细的质料去养殖 这样会造成沥水性和透气性的不畅 从而产生蓝根的烂根 关于这个质料的选择呢 我给大家提几个建议 第一呢,不要拿来就用 别人的配比可能在他那里很好用 但是到了自己这里效果就会大打热扣 质料的选择呢 要根据自己的环境来决定 第二呢,通风透气的条件好的话 我建议你在质料当中呢 添加一些软质料 比如说树皮啊,花生壳一类的 反之呢,就要减少这类质料的份额了 比如我在封闭阳台养蓝 通风的条件不如实外好 我的质料就是用颗粒的硬质料为主 占质料总比的七成以上 我的质料配比是用质金石三成 火山石,珍珠盐四成 树皮类的加三成 第三呢,在选购质料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去买那些没有腐熟的有机质料 这样呢,会造成在盆中的二次发酵 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损失 甚至造成我们的蓝苗彻底的死亡 咱们再买回来这个树皮啊 花生壳啊一类的这些质料呢 回来以后咱们可以自己进行一个杀菌处理 可以用水去煮它一下 多煮一会儿 然后呢,煮完以后可以在太阳下暴晒 这样都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 还有呢,就说咱们买回蓝花来以后 不要用干质料去种植 可以用提前泡好的质料去种植 因为咱们买的蓝花呢 在运输当中呢,蓝根可能会受到损伤 如果你用干质料去种植的话 你需要马上去浇水 这样有可能造成这个蓝根的这个细菌的滋生 对以后的浮盆是不好的 好了,今天的兰花小养堂就讲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对这个质料呢有所了解 能把自己的质料配比搭配好 养出自己心仪的兰花 昨天咱们讲了春花 今天咱们讲了质料 然后呢,今天咱们再说一下春花的问题 现在兰花基本上都已经入始了 一定要注意通风 还要尽可能的去增加光照 这样对以后的这个兰花的春花是有好处的 那么今天的兰花小养堂就到这里了 大家不要忘记长按点赞键 强烈推荐一下咱们的兰花小养堂 好了,那么咱们就在下期的小养堂 不见不散了 朋友们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